年过80的垂木老人 自从住进顶级养老院后 变得活力四舍 还让60岁的妻子顺利怀孕 妻子莉莉觉得事情太诡异了 前段时间他们搬进一家 名为永生村的养老院 这里环境优美设施齐全 有骑马场 高尔夫球场 还有很多俱乐部 每个家庭配有管家24小时贴身照顾 住在这里的都是年龄超过55岁的有钱人 永生村的实验室专门研究如何抗老化 莉莉去上瑜伽课 除了新来的她 这里的老太太都能完成高难度动作 他们聊天话题离不开医美 讨论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年轻 老太太们展现出的青春活力 完全不像这个年纪的状态 莉莉注意到他们每天都会吃黄色胶囊 老太太说这是永生村研发出来的保健品 这天晚上 查理突发心脏病 莉莉赶紧呼叫管家帮忙 可一向随叫随到的管家 听到莉莉的呼救无动于衷 她看着家人的照片 似乎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 好在医疗中心的人及时赶到 为查理进行了手术 转眼六周过去 查理的身体一天天好转 可奇怪的是 管家再也没有出现 莉莉向其他人询问管家的下落 他们显得非常不自然 只是叮嘱莉莉好好照顾查理 夫妻俩回到家 已经换了新管家 莉莉觉得奇怪 查理安慰她 可能是自己发病时 管家没有及时施就被炒了鱿鱼 莉莉听后觉得很有道理 便没再细想 查理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以前闭门不出的她 开始陪莉莉去野外写生 还和她一起做饭 甚至开始参加狂欢派对 每天都精力充沛 莉莉注意到 查理也在服用黄色药物 走路颤颤巍巍的80岁老头 住进永生村后活力十足 甚至开始骑马 她的行为变得鲁莽 脾气也逐渐暴躁 莉莉很担心查理 她告诉医生丈夫的情况 医生表示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 重新调整药物剂量就可以了 为了让莉莉放心 医生带她参观实验室 他们制造的保健食品 都是从职务中提取 但有钱人重返青春的同时 为难民提供就业机会 莉莉觉得医生很伟大 便打消了自己的顾虑 临走时 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 说能帮助她缓解焦虑 莉莉和查理的生活逐渐回归正轨 她闲暇时会找护士聊天 两人聊起家人 莉莉想起自己很久没去看望父亲了 父亲反对她和大20岁的查理在一起 为了这件事 父女俩大吵一架 在护士的劝说下 莉莉决定去看望父亲 她住在简陋的养老院 莉莉邀请她搬进永生村 父亲拒绝了 她不想和查理生活在一起 想到永生村的保健品药效确实很好 于是把黄色药丸给父亲 希望她也能变年轻 莉莉临走时 在门口遇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 老太听说她住在永生村 于是向她打听一个叫派蒂的女人 莉莉表示自己认识她 老太希望莉莉向派蒂传达问候 莉莉以为派蒂是她的女儿 没想到老太说派蒂是她的母亲 莉莉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呢 派蒂明明看起来比她年轻很多 几天后 父亲养老院打来电话 说她去世了 莉莉过来整理遗物 护理人员告诉她 父亲桌上的黄色胶囊 是针对器官移植 抑制免疫反应的药物 莉莉想起这要正是自己给父亲的 她回到永生村后 觉得四肢无力晕倒在地 当她再次醒来 医生说她是盲肠炎 已经为她做了手术 手术很顺利 很快就能康复 更奇怪的是 没过多久 这个60多岁的女人 居然被诊断出怀孕 莉莉和查理结婚时 两人已经过了生育年纪 根本没想过能怀孕 医生解释超高龄怀孕 确实很罕见 可能是因为保健品功效比较强 莉莉觉得不可思议 她心中还有很多疑虑 没有得到答案 莉莉来到医院档案室 翻看派蒂的资料 发现她居然有120岁 可外表看上去 她最多只有60岁 莉莉把这件事情告诉查理 查理表示永生村的医疗条件 自然比外界好很多 有钱人花大价钱保养 当然看起来会年轻 让她别再多虑 她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养胎 还没等莉莉搞清楚 黄色药丸的事情 查理的儿子打来电话 质问她为什么要剥夺 查理遗产的继承权 三个月前 查理突然修改了遗嘱 将继承人改为莉莉肚子里的孩子 可她刚检查出怀孕 所有的一切似乎在 查理的意料之中 按理说这个年纪怀孕 几乎不可能 查理为什么如此确定 莉莉必须找医生问清楚 查理见她情绪激动 害怕伤害到肚子里的孩子 于是告诉莉莉真相 原来永生村掌握了活体移植技术 给老人换上年轻人的器官 便能让他们重获青春和活力 查理手术后活蹦乱跳 是因为移植了管家的全套器官 莉莉被换上年轻护士的子宫 所以在60多岁的年纪怀孕 莉莉无法认同这惨无人道的做法 医生和查理却不以为然 穷人为了让家人获得更好的生活 自愿出售器官和生命 这是一笔公平的买卖 知道真相的莉莉很崩溃 决定离开永生村 可几年后她又回来了 孩子已经长大 原来女儿生病了 最多只能活一年 于是她找到医生寻求帮助 医生表示办法是有 但需要移植他人的器官 问莉莉能否接受 毕竟她之前很反对这样的行为 莉莉回答 那不再是问题 她最终还是放弃了内心的原则 电影永生村 女主最后的选择让人不含而立 结尾的反转呈现出 在现实逼迫下人性的转变 好了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